台东县税务局于9月18号到20号 办理租税干嘛点及各项租税宣导活动 共募德统一发票53,000张 9月22号上午 李局长亲自将这些发票 转赠给台东家福中心等18家合法社福机构 从这个礼拜三天的租税干嘛点的活动 就是一方面是媒体的热肉报道 二方面是一开张就引起我们消费者热烈的回响 从第一天就等于把我们这三天原来的宣导品 全部都兑换一空 那后面两天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DM出去是要做三天 后面两天呢就用我们其他活动的 已经准备好的一个宣导品 就是事先来应急 而且还紧急采购了一些最夯的 就是卫生纸的这个生活用品 还是不够用 所以我们在第三天的中午前 就只好跟大家讲不好意思的 我们真的东西都被兑换完了 所以就是提前半天以上的时间 我们这个租税干嘛点就提前打烊 那在这边收集要谢谢大家 那也更谢谢各位媒体朋友 你们帮我们做宣导 也达到了我们讲 这个消费者大家都带着一堆发票来 也增加更多的这个电子发票的这个募集量 所以记得购物收取同一发票 那更呼吁大家要申办电子发票 李局长表示为了有效遏止 营业人漏开统一发票 维护租税公平 提醒民众购物不要忘记 索取统一发票 并鼓励民众多利用载具 开立电子发票 除了中奖机会更多 更能够节能减碳 保护环境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